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吴克群自己包揽词曲创作的首章传记 唱出了他沉寂四面的心声 随后 大舌头 将军令 为你写诗等众多金曲 登上了各大榜单的首位 吴克群用自己的唱词和旋律 奠定了他在音乐领域的地位 入行十四年 吴克群从一个不懂乐理的追梦者 到一位优秀的唱作人 从摇滚曲风到戏曲唱腔 再到人足音乐 他站在舞台上突破自己 至今冲出音乐走向大荧幕 吴克群一直在挑战 穷啊 没有经济的收入 都是很好熬过去的 最可怕的就是自己的恐惧 参加全能轻转让我回到了感觉自己一无所有的 然后你很想要去试试看 我到底能够做到什么 对自己的挑战是很有趣的 很老的时候呢 看着自己的电影 然后听着自己的音乐的时候 都会觉得当初这段日子我没有白费 当身边的朋友在哼唱着为你写诗 感叹着这位音乐才子的时候 你多半没有想到 16岁便要立志做音乐偶像的吴克群 在刚刚入行时并非那么顺遂 2000年 因参加MTV新秀大赛 被唱片公司发掘 并推出首张专辑 《一个人的Tomorrow》 唱片虽然找来姚谦 灵溪 梁乔博等优秀词曲创作者来打造 但结果也未能随人远 吴克群的音乐生涯 在刚刚起步就进入了低谷 即便是面对自己生活的经济危机 他对音乐的信念却始终没有衰减 在你很低潮的时候 每一个年轻人其实都应该要记住一件事 你的梦想够大的时候 做梦这件事情可以支撑你继续往前走 对 因为其实我们都在追求一个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未知嘛 那时候写歌的时候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让别人听到 然后这种恐惧是会让你很胆怯 其实什么穷啊 或者是没有经济的收入什么 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熬过去的 对 可是最可怕的就是自己的恐惧感 其实我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然后从一开始写了第一首歌 然后我就拿给朋友听 朋友的一些真心的鼓励你 可以从他眼神里面当说 真的好听或者是还好 然后慢慢的到了后面真正录音 然后电台里面播出来的歌曲 然后你可能有了第一首冠军曲 得到了真正的认同 这些认同就是慢慢的给你一点一点一点的信心 可是最初那个信心一定是自己给的 带着对音乐的热诚与足夺 吴克勤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音乐的创作中 用四年的时间 从一个从未在专业用小学习过乐理知识的男孩 转身成为一个音乐创作人 从第二章专辑开始包揽全部词曲创作 而吴克勤也在享受这种挑战背后的创作过程 其实我写歌的时候很不一定 有时候可能是突然有了很深的感触 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 躺在那边昨天一直睡不着一直失眠 对结果就写了一首歌 就是有时候那感触来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刻 然后你可能拿个手机就会把它录下来 有一首歌叫做《明天过后》 我小心抱着你的手就温暖了 随着火醒着我的手为你加温 《明天过后》的旋律就是我在做梦 梦见我在写歌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拿过Walkman 对然后我就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凌晨 然后就录完然后就放在旁边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 哇 哇 这个旋律怎么那么好听 然后就发现自己在梦里面写歌 当初也许做得不够好的歌 可是那是当时的你 那现在就想要再做得更好 吴克群这首歌 我现在听到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因为那就是我当时的心境 可是你回不到那个时候了 你只能继续往前走 然后想要做出更棒的音乐 也许音乐不一定会更好更棒 可是你只能尽全力去做 当很多艺人都在享受自己卓越的过往成绩时 吴克群把自己推向了另一个战场 一档全民心类的音乐挑战节目 其实参加全能心战的时候 我相信每一个参加歌手都经过很多内心的挣扎 可是我很开心我参加了这个节目 其实它让我丢下了很多自己的包袱 因为你当你有一些成绩的时候 你反而就有了顾虑 那参加全能心战其实 让我回到了感觉自己一无所有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体验 其实每一个歌手我觉得 不一定他要去参加比赛 可是每一个歌手应该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回到归零然后一无所有的感受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新的作品 新的刺激 但是我后来不把它当作是一个比赛 可是人生才是更大的比赛 所以我后来在参加全能心战的过程当中 大概第四第五集以后吧 我只是把它当作我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节目 所谓综艺节目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我能够做一些让大家会记得的事情 爱的酒在你手机 只会对了起死天 弃曲跟名歌 因为这个真的很少听 所以当时真的觉得非常的困难 但是也是一个 对我来讲很受用的一个尝试 紧张归紧张 有一部分你会觉得很跃跃欲试 然后你很想要去试试看 很像老师命题作文 然后我到底能够做到什么 其实对自己的挑战是很有趣的 舞台上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出场 都是自己音乐态度的一个绽放 面对不擅长的音乐风格 用自己的解读全是经典的背后 面对的可能是争议 我们是来比赛的 不是来学习 对吧 中国有一个俗话 没有那个金刚钻 不要拦那个瓷器活 你唱真嗓子 前有李娜 有横红 假嗓 有李玉刚 都比不了 还有那个最后那个音的时候 大家都等着你最后你一嗓子的 就他一唱出来 破误 此去省略20个音 因为你们都听过原版对吧 这是比较遗憾 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一个已经成为歌手成为艺人 甚至是我自己做音乐 但是我不会自大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我想要继续努力 就这样 不管在节目上面一些意见分歧 它也不是为了戏剧的效果 那个就是人性 我觉得有分歧都不是不好的 音乐 它是一个很抽象的题目 所以当他要来当一个比赛的时候 其实说实在的 你的心中一定有你的冠军 你的最好 可是他未必是所有人心中的 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 可是做音乐只要有一个心态 心要打开 能够听所有的东西 你可以喜欢 可以不喜欢 可是你要去尊重别人 就好了 最近我们听到吴克群的新歌 是他新电影的主题曲 如果不能好好爱 吴克群再次开启他的挑战之旅 以演员的身份面向观众 在电影《脱轨时代》中 因为他爱上里面的角色也就是金出演的许可 爱情是电影中最偏爱的主题 电影中吴克群颠覆了过二代惯有的爱情模式 诠释了一个自己心中高呼帅的爱情 而身处娱乐圈 爱情这个字眼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被连提防 面对如此 吴克群自己对爱情也有独到的处理方式 其实当艺人啊当明星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不要把恋爱当作是工作 因为艺人然后是公众人物 所以工作就是要摊在阳光下 让大家看的 站在舞台上面表演是要给大家看的 可是你不管是唱歌演戏都好 这些都是一个工作自己喜欢的 可能一个表演的艺术 可是恋爱不应该把它当作也是工作的一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艺人啊 或是我公众人物自己的心态 调整的正确就好了 假如说你把恋爱结婚啊 然后分手吵架 都要把它当作是个工作 然后每天把它发稿啊这些 哇那就会很可怕 那你会让你的恋爱很不纯粹 爱情的小小插曲只是艺人生活的一个部分 事业才是他们最清楚心血的组成 光怪陆旅的影视圈 歌手演戏并不算是稀奇 而吴可群的经历却是颇为有趣 从中学时代变得音乐极为热爱了他 却在大学选择了戏剧专业 即便出进音乐领域的低迷阶段 偶像剧却是邀约不断 可当时的吴可群却是宁可携局生活 也要把剧本全部去这门外 而时隔十年后 他又选择了对表演的回归 在这样选择的背后 吴可群却有着自己的坚持 我从中学就已经决定我要做歌手 做音乐 所以呢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那我不要去修音乐的相关科系 我要去修的是戏剧相关 那时候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反正我去玩音乐的话 我已经可以跟别人学音乐了 那我要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来刺激我的音乐 所以我就修了戏剧系 开始有很多人找我拍戏 那我当时放弃所有拍戏的机会的原因是 我很希望别人很认真地看待我的音乐 他们要相信我是一个创作人 我能够写出来的歌曲 是他们喜欢的话 这是需要过程的 所以呢我就决定放弃所有去演戏的机会 证明我的音乐 对 那所以我曾经有度过两三年 都没有工作 然后也没有钱 对 然后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 可是奠定了我后来在音乐上面的基础 那 现在我觉得在音乐上面 我有一些成绩 然后我也有自信了 那 也让我 现在觉得说 哦 现在我去演戏 别人不会再去 怀疑我在音乐上面的努力了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完全的 好好的用心投入在电影上面 那我没有想到经过十年之后呢 他反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对 就现在我不管要去拍戏啊 然后拍电影啊 我有了基本的了解 像跟靖初 因为靖初是修导演戏的 然后呢 他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聊 然后他发现我了解 一些戏剧的基本的概论 然后一些 基础的一些研究 他都 他觉得哦 你了解 那就不太一样 就是他会觉得说 他尊重你 然后慢慢的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很自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当时的决定 没有想到对 现在的我是蛮有帮助 如今吴克群在音乐领域的自信 为他打开了电影的大门 而这个勇敢坚持的男孩 又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 做一部自己的电影 对 我从去年在拍这个电影之后 我就一直在做剧本 对 因为我希望以后能够 也能够写出好的剧本 然后拍摄自己想要拍摄的电影 对 这个其实我已经构思了两年的时间了 很长 那现在终于开始要落实 假如能够成功的话 接下来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我自己想象的剧本 然后能够在电影荧幕上面呈现 吴克群在一次次挑战中成长 越加完满着自己对艺术的追求 而当他不断地扩展自己领域的同时 他却也告诉自己 莫忘初衷 当然我心里一定会有部分的转移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音乐 那我的专辑其实在今年也会发行 对 我现在已经写好 差不多一半的歌曲了 而且跟以往的歌曲有很大的不同 对 因为可能是心境上面吧 我觉得写歌这件事情 我永远不会放弃的 因为它对我来讲是一个 抒发情绪想法的一个管道 等到我有一天 很老的时候呢 能够看着自己的电影 然后听着自己的音乐的时候 都会觉得 当初这段日子我没有白费